中華職棒修賽季旗艦最重磅消息 就是眾所期待的職棒第六隊 已經確定由台綱成為第六隊 集團將在三月二日遞交意向書 未來會將主場定在高雄 澄清湖棒球場 若之後的流程順利的話 就表示職棒三十三年 臺灣六都都將擁有職棒隊伍 經營計畫書在四月份應該就可以送過來 那五月之前我們聯盟 五月就把那個常務理事會來召開 然後來審查第六隊的加盟事宜 只要在五月完成 大概接下來的七月的這個季中選秀 就按照原先聯盟的這個加盟的 這些相關條件跟規劃 就這樣一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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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來做 我可以在這邊跟大家講 應該不會有太多的疑慮 也就是只有台綱集團會來簽 會來簽這個意向書 也就是說五個球團基本上都很希望 今年可以有這個第六個企業 可以加入成為中華職棒的第六隊 除此之外 中華職棒也在今天 與球員工會簽訂團體協約 好時四年時間的討論與協定 逆經兩屆球員工會理事長之後 終於達成共需 中職也成為臺灣第一個 簽訂團體協商合約的職業運動聯盟 團體協約的簽訂在臺灣是職業運動史上的第一份 這是臺灣整個歷史發展裡面 一個很重要的里程碑 過去運動員所代表的是身上只有使命 只有責任 只有為國犧牲 中華職棒歷經三十二年即將邁入第三十三年 經過不斷優化 在今年跟上其他先進職棒國家的腳步 為球員打造勞資公平環境 據團體協商合約的細項聯盟表示會再另行公布 中職也希望能讓下一代更加安心的投入職棒市場 讓臺灣棒談再添優秀人才 回到臺灣採訪報道